今年6月初,華為正式推出了鴻蒙系統 自從該系統發布以來,用戶升級熱度一直未曾水減 原本預期的升級速度也被打破 華為不得不加快失敗節奏以滿足用戶強的需求 了解到,截至8月6日,華為鴻蒙系統的升級用戶已經超過5000萬 這距離上一次7月29日發布會時公佈的人數又增加了1000萬 僅僅用了兩個月時間,一款操作系統用戶量從無到有 再到擁有5000萬升級用戶,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講 都是歷史性的創舉,從目前鴻蒙2.0實測機型推送節奏來看 原本明年才能獲得更新的Mate 9 P10系列老機型 很可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就能獲得推送 然而現在鴻蒙2.0第5P內測也已經開啟 本龍四派機型包括了一系列華為暢想系列機型 以及榮耀系列機型,這些機型原本計劃都要等到明年才能獲得失敗 現在華為居然已經開始內策進行了 這就意思是離正式版推送也就不遠了 華為加快推進北極換新計劃之後 原因當然是因為用戶強烈的升級熱情 但是我們也要思考一件事情 為什麼用戶對鴻蒙系統抱有如此大的熱情? 難道僅僅是因為它是國產操作系統嗎? 用戶其實都是區裏的 如果對自身和用戶體驗沒有幫助 那麼也不會創造2個月5千萬升級用戶的創舉 要知道鴻蒙系統可不是第一款國產操作系統 但受到如此的待遇只有它一個 我更認為這其中更多的是因為該操作系統 本身能夠為用戶帶來更好的體驗 第一點,流暢度大幅提升 許多用戶在升級鴻蒙系統後 第一反應就是流暢 比過去的e-MEA更加有明顯的流暢感 在剛升級鴻蒙系統後 會提示用戶充電2小時 讓系統優化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手機會仍有一定概率出現掉幀情況 但是充電結束後 可以很明顯感知到系統流暢的提升 這種流暢度體現在各個方面 尤其是動畫效果和應用打開速度等方面 為什麼安卓系統總是經常會卡洞掉針 這就是因為安卓系統受到架構的制約 打開應用時只能先加載應用介面再加載動效 而鴻蒙的底層架構則完全沒有這種限制 存用創新研發的高性能動效引擎 首創系統動效與應用介面結合的能力 從而能夠同時處理應用介面和動效 保證應用在各種介面變化過程中穩定不調針 另外一些老機型用戶也注意到 更新鴻蒙系統後也同樣獲得了更加流暢的用戶體驗 這是因為安卓系統在長期使用中 保護機內大量的碎片化垃圾文件 導致手機越用越卡 而鴻蒙的文件系統又有智能化維護能力 華爾製研的智慧空間清理算法 根據系統碎片化程度、動態調整、空間回收和空間分配策略 在不影響用戶操作的前提下 完成文件系統的深度清理和優化 從而讓文件獨線一直保持在高性能狀態 因此,借一些年代較久遠的華爾榮耀機型 盡量都升級鴻蒙系統 可以進一步延長手機的試用壽命 第二點,遊戲體驗獲得大幅提升 在經過詳細對比鴻蒙系統與EMU系統的遊戲區別後 以和平經營90幀模式為總測試 鴻蒙系統的幀率維持在90.17幀 平均波動為0.69,功耗3.77W EMU系統平均幀率為88.83,平均波動為1.79,功耗3.86W 從以上可以看出,無論是幀率還是耗電表現 鴻蒙系統都明顯優於EMU系統 據了解,鴻蒙內置的圖形戰可以通過智能計算 讓GPU和CPU聯合完成調度和渲染 減少重複繪圖,降低GPU與CPU的負債 從而大幅度降低遊戲對硬件的壓力 保證了遊戲體驗更流暢更升電 第三點,邊界式的分布式體驗 其實對於鴻蒙系統來說 分布式技術才是這款操作系統的核心體驗 僅需要一套系統就可以滿足大大小小的多種設備需求 實現彈性部署 具體來講就是將不同的鴻蒙設備進行深度連接 實現硬件互助、支援共享 根據個人需求將不同硬件的優勢功能 隨意組合成超級中斷 對於擁有華裔絕佳統設備的用戶來說 可能會更有觸感 一款面向物聯網時代的操作系統 鴻蒙系統最大的優勢 自然是提高效率的多設備協同能力 以上就今天的節目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 下期內容 請出重 Duke